你知道少林寺为什么被称为武学圣地吗 因为强如地表最强守护 也无法抗拒它的魅力 一架来自中国的飞机降落在了日本的深山之中 准备将一位少年带走 而能够让这架飞机如此轻松的进入日本 正是只手遮天的日本王德川家成 作为任牙的朋友 列可德川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救回任牙 就这样在几名军人的互动下 任牙成的直升机跨越千山万水 来到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武学圣地少林寺 也就是列长大和修炼的地方 然而任牙还不知道 列带着垂死的自己来到少林寺 是让他参加百年才会举办一次的擂台大赛 作为主办方 伊登大师自然不会让一个17岁的毛头小子参赛 直到得知任牙曾经击败了自己的爱徒 才破例答应列给任牙一次机会 只要任牙能够打败小赵 一切都好说 而大师说的小赵 可是因为不接触工具 就能用双手将巨石雕刻成石球的新晋海王 可怜的任牙刚醒过来 还没来得及治病就被拉到了擂台上战斗 但这就是任牙 只要没死 那就是个干哪 看着任牙一副要死的样子 赵海王觉得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羞辱 战斗一触即发 赵海王暴击冲向了任牙 可这个少年完全不做任何防御 张开双臂迎接着自己的攻击 然而就在赵海王快要得手的时候 任牙突然从原地消失了 下一秒 他整个人已经被任牙如同婴儿一般 停冲爆了起来 无论怎么动都无法摆脱任牙的控制 赵海王恼羞成怒 就在任牙将他抱回地面的刹那 用出了一击鞭腿 想要叫任牙踢飞 但可惜 垂飞的任牙依然与赵海王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 连续两次攻击失败后 这位海王不得不宣布认输 战斗就这样毫无悬念的结束了 任牙成功的得到了参加百年一次擂台大赛的资格 太疯狂了 少将觉得任牙明明都快死了 为什么还让他参加如此残忍的比赛 列这招叫制止死地而后生 和打通任督二脉一样 只有通过不断的战斗挑战极限 才能激发出身体自愈的本能 在中国列这样的海王多如牛毛 而只有其中最强的才能被称为海皇 可见这场擂台赛的水平有多高 而且中国大擂台不仅有中国人参加 那个传说中地表最强的男人也会参战 听到父亲会来 任牙瞬间燃起了斗志 然就在这时 少林寺的门外迎来了另一位新生代的顶级武术家 穆罕默德·阿里芝尔 他也想要参加中国大擂台 从未见过如此不要脸的男人 明明是天下第一 大家就一直终于躺在地上碰瓷 而他的理由竟然是 原道二代的小阿里 向易登大师提出了参加中国大擂台的申请 虽然大师一眼就认出了他是拳王阿里的儿子 但和任牙一样 小阿里也要接受试炼 大师将自己做下一位海王级的护法罗汉派出 他相信小阿里输定了 随着试炼的开始 罗汉竟然啪的一下就躺地上了 卧槽 又来 这什么毛病啊 最近这么流行买车吗 小阿里稍微愣了一下神 便友好的蹲下问候罗汉 最后罗汉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质 用出了四川已久的佛山无鹰角 可没想到小阿里早有准备 以最不利的姿势做出了完美的高速多山 眨眼间便将罗汉钳制 直接罗汉一个鲤鱼打顶重新战棋 小阿里也开始小跳步进入战斗状态 而这也代表着比赛结束了 不愧是天之骄子 小阿里连汗都没出一滴 就成功地取得了大雷台的门票 一等大师知道 现在的小阿里比他父亲三十年前还有强 而且同样知道这件事的还有另一个人 那就是犯马永慈郎 就在来到少林寺前 小阿里拜访了当年暴走自己的犯马叔叔 新旧两代强者见面 必然碰撞出最炙热的火花 小阿里摆开架势直冲永慈郎 然而那个男人仅仅是随手一拍 便化解了攻势 永慈郎一眼就看出小阿里速度惊人 但力量远不如他的父亲 小阿里也被永慈郎可怕的实力所震惊 却没想到下一秒 永慈郎直接躺在了地上 摆出了销魂的姿势 等着小阿里来打自己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阿里见到罗汉倒地的时候 会说又来 其实永慈郎也是用心良苦 因为日本摔跤王朱手丸志曾经用这招打败过老阿里 现在轮到小阿里失恋了 然而小阿里却只是微微一笑 表示既然对手都已经倒下了 那自己也没有必要做什么了 随后便将拳头一扔 就这么扭头走了 永慈郎的自信杀招不攻自破 让那个地表最强男人感觉脸都丢尽了 当场气得爆炸 永慈郎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同样即将要面对父亲的任牙充满了斗志 然而神患重伤的他 每每打出一拳就会吐出一口鲜血 可任牙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虽然很心疼 但烧香还是选择全力支持 因为这是他唯一能为爱人做的了 就这样 在万众期待下 12名中国的最强舞蹈家 以及3名来自海外的特邀嘉宾齐聚少林寺 百年一次的中国擂台大赛 就此拉开序幕 而神患中毒的任牙 究竟能否涅槃重生 一切的答案都会在大擂台上揭晓 你能想象地表最强的男人 泛马永慈郎 一辈子间连个砖头都没劈断过吗 百年一次的中国大擂台终于开始了 而这第一战就是少林寺的伊登大师 对阵泛马永慈郎 永慈郎虽然在格斗圈赫赫有名 但在中国却没几个人认识 为了测试一下永慈郎的实力深浅 大会举办了一场P砖测试 只要永慈郎能够一次打碎40块强化砖 便可正式参加比赛 永慈郎微微笑 别说40块砖 就是40万块 也无法退出他的真实实力 眨眼间40块砖便全都化为了几分 伊登大师脱下了衣服 全身肌肉轻筋爆气 这哪是一个百岁老人的体部 永慈郎缓步上前 终极队决一触即发 只见伊登气沉淡点 就被对着永慈郎一击毙命 却没想到 永慈郎一把抓住了伊登的脸颊 随后便是轻轻一拉 伊登便硬生倒地没了反应 只见永慈郎向着观众席丢出了一样东西 这分明就是大师的脸皮 第一场队决间就这样轻松的结束了 永慈郎动脏无聊准备下台 却没想到一边突生 眼开着师傅被残忍的撕掉脸皮 猎人无可忍直接闯上了擂台复仇 永慈郎知道猎人的实力 全身气势暴涨 准备教训伊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 两人拉开架着准备大看一场 伊登大师却慢慢地站起来 阻止了哀徒 这是属于他的战斗 即便是死也轮不上徒弟插手 这就是伊登身为武者最后的尊严 大师再次冲向了永慈郎 但无奈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永慈郎一跤就踢爆了伊登的头骨 彻底终结了这位大师 而擂台之后 小阿里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比赛热身 烧将专程来到后台 感谢小阿里送予自己的护身符 看着眼前为刃牙而担心的烧将 小阿里竟直接将他拥入了怀中 温柔地安慰着这个女孩 随着铜锣声响起 大擂台的第二战正式开始 身高两米五 有着聚灵神之称的土海王 先发之人 企图以强大的身体优势 碾压小阿里 可没到小阿里不讲武德 直接攻击下三路 打着聚灵神当场口吐白目 痛哭倒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场比赛结束时 土海王却抱起出手 对着小阿里就是一套联机 这可是小阿里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轻松了躲过了所有的攻击后 翻手一致重拳 KO了聚灵神 海外选手连败两位中国海王 现在压力来到了第三位 登场的广东药神李海王身上 面对口吐鲜血 随时可能死去的刃牙 药神究竟能否立万狂来 为中国拿下首胜呢 这个男人也太狠了 当着一万人的面 抱起自己的脚丫子 疯狂润系上面巨大的脓包 日本格斗天才少年范麻任牙 与广东药神李海王的对决 即将开始 现场观众无不为任牙 虚弱的身体而担心 可就在响龙的刹那 一切的质疑都烟消云散 可唱边药神的大哥却知道 任牙数定了 药神用家传百年的剧毒 浸泡双手 经过十余年的修炼 毒手已经大成 可以说凡人处之必死 任牙这一击 刚好被药神的手背所割打 眨眼间脚上便起了个 拳头大的脓包 任牙知道不妙 毫不犹豫的暴起脚丫子 咬破脓包一顿猛吸 将大部分毒液排除后 任牙才避免了毒发暴毙的下场 药神向着任牙伸手之意 他只能和眼前这个少年对手切磋 速战速决 比反应速度任牙从没怕过 在药神动手的瞬间借力反力 用核心道将药神打飞 药神无比兴奋 他早就想领教一下 日本的传统武术核心核心道了 两人三番交手 此时的任牙已经毒气攻心 精疲力尽 根本无法抵挡 药神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他毒手中的毒气 已经尽数被打入任牙的体内 药神知道这场比赛 任牙输定了 果然还将反击的任牙 脚下虚拂 一个亮相后 鲜血狂喷 在天高中挥洒出 有如打铁花一般绚烂的血雨 这或许就是任牙 梦寐以求的死法 只能折斗场上 死在自己的血花之中 从此再无遗憾 看着心爱的人 燎无生机 少将向着任牙 静静地诉说着自己的爱意 无论生死 任牙都是他心中最强的男人 痘大了眼泪 滴落在任牙的脸上 包含着英雄与美人的过往 然而看着眼前的一切 场边的范麻油四郎 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话音未落 任牙就这样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一个翻身 再次回到了战场 是的 那个无敌的少年又回来了 药神趁着任牙 不备 一个鞭腿直冲灭门 顺便到任牙轻松地闪躲 与之前的那个病牙子比 简直判若两人 场面的观众都是无比震惊 只有永四郎知道任牙复活的原因 明朝莫言 鞋犬毒手从中原传到了日本 一直由忍者们修行 几百年来 日本人一直以为鞋犬毒手只有七卷 说不知还有另外五卷存在于世 柳龙汪修行的正是前七卷的阴手 而药神修行的乃是后五卷阳手 两种毒手如今同时作用于任牙的体内 阴阳交融 以毒攻毒 竟奇迹般的治愈了任牙 让这个少年满血复活 轻松地挡下了药神出其不意的一击攻击 此时任牙感觉深情如厌 消失已久的力量再次回到了体内 现在将人到自己反击了 一拳打断了药神的手指 栽阶机华丽的回转生龙拳 复活的任牙就是这样不可阻挡 那么再见吧 这个150岁的老头打架也太脏了 不管对手有多强都能在一秒内脱掉他的铺子 对着弹弹完成绝杀 任牙剧毒于解 列为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吃过东西的任牙 送上了可口的饭菜 犹如老母亲一般 慈想地看着任牙将所有的盘子都舔得干干净净 任牙心满意足 但想要恢复全胜状态 吃这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列打了一桶水 然后将整整一坛子白糖倒进水里嚼 出于对列的信任 任牙毫不犹豫地将这一桶糖水都灌了下去 随着液体进入任牙的五脏六腑 奇迹出现了 他感觉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地吞噬着养分 代谢产生的热量 让任牙身体都冒出了白烟 眨眼间的功夫 就像休息室变成了桑拿石一般 在烧将和列惊讶的目光下 任牙吞空而起 全身闪出了金色的光芒 破茧充生 这边准备去看儿子的永次郎 遇见了中华武术的殿堂级大宗师郭海皇 在这位146岁的老祖看来 永次郎这个后生实在是太弱了 完全配不上他的嚣张 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卧虎藏龙之地 不想死最好就低调点 这也是永次郎第一次无法看出一个人的身险 便默默地来到场边 观看着老祖的第一场比赛 而老祖的对手 乃是中国史上第一位泰国籍的海王 托尼甲 18年前 托尼的师父去泰国交流 遇见了已经打遍泰国无敌手的泰拳天台托尼 便将他收尾弟子传授中国功夫 几年过去了 托尼已经将泰拳和中国古权法融合自称一派 拿到了全国武术冠军 并得到了海王的称号 然如此荣誉加身的强者 却年仅25岁 正所谓拳爬少壮 这场相差121岁的对决 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担心 郭海皇还没开打 就嘎了一下抽过去 当然托尼可不管这个 比赛开始的瞬间 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踢出了一剂旋风腿 本因为郭海皇要入土了 却没有让现场观众终生难忘的一幕出现了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此 轻描淡写的一弹只杀 让郭海皇轻松获胜 其实他的力量 比小学生残脑瓜崩也大不了多少 但看似卑鄙下流的招式 在郭海皇换来却是武术的真谛 苦心修炼几十年被老古董一招KO 托尼甲实在是不甘心 却没想到犯马勇四郎给气头 让他托尼甲又泼了一盆冷水 托尼暴露准备宰了泳子郎 但可惜他想多了 未熟ではある